这个还是隶书 我们现在写的这种书体叫隶书 隶书 包园 这个是我们说的草字头 把它分开一半一半的去写 对 包园 一样的没起笔的时候都包一下 这笔尽量不要抄出来 这个草字头 往里收 竖着走 重新起笔 打出来 压下去 慢慢的挑起来 花 花 开字呢 外面是一个门 门呢它比较复杂一点 好 我们先写这一笔树 树弯 先直着走 走到下边该收的时候 挑出去 哎 调出去 哎 调出去 哎 写紧一点 这个字比较难哈 有点复杂了 好 紧接着这边 你看 它其实是有一种关系在里面 嗯 对不对 对上的 哎 都是比较平稳的 好 包下来 走直着 哎 稍微有一点点弯 好 最后再直 往下来 啊 两边 底部是平稳的 这边也一样 你看 下面比较平 对不对 哎 在同一条线上 好 紧接着 中间写一个开 这个开字呢 是繁体字 就是你们之前 写的这个 汉字的另外的一种 哎 一种更复杂一点的写法 开字哈 开 这个开是你们现在写的简体字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外面再加一个门 我们一般讲开都会和这个门联系在一起 开门对吧 啊 开门 所以呢 这个门放在里面 啊 放在外面把它包起来 里面加一个开 就是开门的意思 你们知道那个关门 就是闭 大门 紧闭 哎 闭上 就是里面换上一个字 我在这边讲一下 这个闭呢 也是门字框 这个字就是你们在简体字当中的这样的写法 啊 这个字你们学过 B啊 它们两个其实是相反的意思 就是它是开开 它是关上啊 开关 开关 啊 一个是这样打开的 一个是好 这样合上的 但是都是有一个门啊 这个是跟它造字的时候 就是一开始原本的意思 相关的 花开 副 副字呢 没有我们之前写的那种比较明显的谈头燕尾了 这个字 哎 把盖头写宽一点 中间这个有弧度啊 拱起来的 往里包 嗯 把这些笔画包圆 要学会这种 口字的这种口 甜 哎 上面宽 下面窄 这个负字如果写成这样可能就不好看 你看这个口 这样去搭 就太僵硬了 我们现在怎么去写 啊 把它写成这种形状 上面宽 下面窄 收一点 好 同时呢 你看 哎 有一点点弧度 有一点点弧度 糊起来 对不对 这样就显得比较柔和一些 有造型的特征 花开 不贵 贵字 也是繁体字 这个是简体 对不对 简体 贵 中国的书法就特别喜欢写繁体字 因为繁体字它更接近于我们创造文字的时候的那个时期的它的一个正常的那种 就是象形啊 这些特征就更像一些 简体字就没有象形的这种感觉 当然这个柜子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这个是第一种 还可以这样去写 我们把这个从这儿起笔 长横 提 按 拉起来 可能这个长横加上去 这次看起来就比较宽一点 好看一些 对吧 大家尽量去选择第二种 第一种呢 就是看起来不太像栗树 第二种要好一些 因为它有明显的这个盘头燕尾 放出来的很宽 中针这一块你看 整体的这个 哦 对不对 基本上说可以达到了你看这种 一比三 对不对 这个听得懂吧 大致是这样 今天的内容就是花开富贵 花开富贵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知道吗 没有意思啊 没有意思啊 花开富贵就是 以前就是表示吉祥的一些用 比较吉祥的 像我们中国人说吉利